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笨字作为荣誉勋章 龚俊 勇敢的精神 欣赏了龚俊的绝美容颜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 他有一种无法摆脱的笨蛋标签的刻板印象 可这个天真的人 直爽直爽 在美丽的外在加持下 也是一个妩媚天真的人 这种笨在龚俊主持的综艺节目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龚俊将参加即将播出的第八季 急速挑战的消息是我特别期待学习的 在此过程中 他也很关心小白兔龚俊将如何与老狐狸互动 龚俊第一期 一开始他不知道套路 这可以在漫画中看到 韩寒帝与对手合作并相信他们 给他鸡蛋的行为对寻歌影响很大 他认为好人有好报 因此全程投气全票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小清醒 为了获得线索 他最终放弃了选择 清晰的任务认知你不必去安全屋 消灭他们并且在回合结束的关键时刻 快速射门赢得比赛 有很多可看的和各种惊喜 我没想到我会在第三期得到我的身份 在千方百计直面自己卧底的身份后 他最终主动认罪 因为精神上的痛苦让他难以承受 完成这件作品后 我发现自己很感动 事实上 有许多场景可以归类为卧底反弹或卧底自毁 观察公军的反应 我能感觉到 他所经历的情感背叛 让他非常痛苦 哪怕只是一场游戏 即使 守规矩的公军并不认真耍花招 因此对兄弟们都遵守的事实感到困惑 新手村的小白兔为了升级 直接遇到大boss 双引号 不可避免的 会有一些人渴望参与更暴力的冲突 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 一是故事已经完结 二是剪辑的呈现方式 一些信息传递没有穿插编辑 因此我不认为有更有效的逆转效果 无论是公军还是郭京飞 无论是之前还是最后 都是如此 但就综艺节目而言 整体呈现是正面的 一点也不陈旧 也不刻意 更何况 除了体验快乐 我还获得了新的信息 受到了启发 同时 我认为真人秀节目必须有一个特定的框架剧本 但它不会一字不差的给你台词 也不会规定如何解读 因此 客人的框架是标准品质和品格的体现 所以 我不相信公军能够享受到设定的乐趣 队友对他越积极 他就越会为自己的表现责备自己 他以慷慨的天性而闻名 海洋动物的保护也将是该项目二期的重点 公军选择了被描述为对人虚无害的珊瑚 他认为珊瑚一定是好人 因为他们不可能是坏人 说到孩子 善与恶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该节目包含大量所谓的幼稚点 在这方面 他与其他节目相似 何炯在节目中cue了公军一次 让公军在节目中获得了几秒的机会 公军一直记得 即使当时公军还不是特别出名 事后 他向何老师表示感谢 就算为家开玩笑说不感谢别人 这个年轻人也很认真的感谢自己的老师 这个老师支撑他为何老师 因为我的记性好 我对这次演讲的真诚既能欣赏 也能吃惊 他似乎非常聪明 当今社会 没有人可以说是愚蠢的 但只有极少数人会逆风而行 以发自内心 真诚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 他的举止与采访时一模一样 我们都判断为真诚 真诚的外表是有勇气诚实行事的结果 生活节奏快 只有少数人有勇气摘下口罩 更不用说这样做的意愿和信心 这是公军认为的最佳选择 虽然有的时候希望他能顺利一点 有的时候怕他上当 但其实他是个勇敢的人 逆境前行 需要一夫一七万人之勇 以感二自卫象征 选择正直行事 选择善待他人 选择不与算计联系在一起 选择保持积极的心态 公军被形容为得心应手 可爱 善良 勇敢 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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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